天空公園 哈囉我是博生 今天要來分享 這是去韓國的目標記 就是去天空公園 天空公園就是一直我很想要去的景點 反正就是看到那裡非常漂亮 所以這是去韓國的目標記 就是去天空公園這個地方 然後我把它排在最後一天 因為它離我們住的宏大其實蠻近的 就是只要做兩站捷運 但是要轉線啦 我們就早上先離開了民宿 然後我們就去了那個宏大的地鐵站 有一個寄送行李的 我們在KLA買了一個寄送行李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直接 寄送我們的行李到機場 然後到機場再拿就好 所以我們就是先去那裡寄送了我們的行李 然後我們再去天空公園 我們要離開通道了 我們要先去放行李 我們要先去放行李 大概30分鐘 所以就是要去的話 然後要先去準備 就是還要爬 因為它在山上 所以你可能要走一段很長的路 我們在要去天空公園的路上 要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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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長的樓梯 我讓大家看一下風景 遙遠的路 而且今天天氣很好 應該說太陽很大 這也是冷冷的感覺 就是我們一直在走路 所以現在有點流汗 那時候我們其實有點趕 因為我們是下午5點多的飛機 然後我其實原本預計 我們白天應該還有時間去其他地方 但是因為我們那天 起來收拾行李 又耽誤了一點時間 然後所以我們到天空公園的時候 其實已經中午非常的趕 然後我們就只是 就一直在找波波草 那個季節可能是波波草的季節 好像從9月 9月開始到應該11月 然後都有波波草 反正就是一個非常美的地方 它是在一個非常甜蜜的地方 我已經找了很久 就是為了找那個 我們就非常的快速 然後找到之後 趕快拍個照 錄個片 然後就離開了天空公園 所以是其實蠻趕的 進來了 這裡超多人的 我還是要去找波波草 可以看到嗎 這裡芒草超美的 就是一個芒草季節的概念 我們今天有點太晚出門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趕一下 就是趕快在這裡 太晚知道就要離開了 好像沒有波波草了 我都看到的是蠻草 是蠻草耶 如果不趕的話 真的是可以慢慢放 因為裡面真的超大 然後還有蠻草 芒草也是非常多人要拍的一個東西 非常的美 如果不趕時間 當然可以慢慢趕 但是我們就是非常趕 所以就是 有點可惜啊 但是還是去到覺得很開心 然後如果下次的話 還是會想去 覺得非常值得 就是去 韓國一定要去天空公園 照顏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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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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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大概就是这样 吃完条路我们就赶回红单 吃home meal的生肉 对 home meal的生肉 烤肉 吃完之后我们就搭地铁去机场 结束我们的海游户生 大概就这样 然后回去了 中午要回去了 虽然有点不太想要去 可是不想要去上班 但是在韩国也好 没有每天走 拜拜 还是有一些很遗憾的点没有去到 但是留着遗憾才会有下一次的旅行 希望下一次的旅行可以更完整一点 虽然现在我已经也算满意了 但是就是总是希望下一次可以更好 那就期待我下次旅行的VOGUE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你的观赏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点赞 也不要忘记记得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播任何一支影片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